三夜三十生 圈典我孫子啊 你孫子不重要 沒有沒有沒有 大家不要在意 包括訓練 包括真實比賽 你想過你騎過幾顆球 送杯出來吧 有人統計過啦 假設你投10萬顆 你這麼努力 你不要因為你到職棒場上 一顆球你就倒了 大家好 這是棒球抓週 如果你沒有看到卓靜澤 請不要把影片切掉 好 拜託 這是我第一次主持 我是鄭文誠 坐我旁邊是曹宥祺 最右邊的不用介紹 他是通告藝人 跑遍各大棒球節目的 曹靜陽 曹大帥 那我們今天來跟兩位來聊 這個副職黨 台灣的其實不只這一隊的副職黨 對大家來講 我講 曹宥祺 今年是選秀第二輪進來 曹靜陽 總不想要給他補 以前真的是很厲害的一個投手 然後兒子未來也有可能非常厲害 尤其是2003年生 老大嗎 對 外面沒有嗎 沒有 沒有 這老大 那一天擠的是嗎 330 喔 忘記的喔 我也要講330喔 喔 講得很清楚喔 你差一天而已 對 在哪裡生 在台北啊 中山醫院那邊是嗎 對啦 對啦 那天的感覺呢 那天我在台南比賽 我記得應該是對太陽 那時候成太太陽 那天其實我本來想請假啦 那你知道那時候剛從日本回來 你就會覺得說 是這種生小孩子的事給老婆就好囉 我們的工作是求援 當然是給老婆 老婆在那邊生小孩 哈哈哈哈 是是是 所以後來後來 我沒有一直覺得說 人家的老婆都... 春夜三十了 對 春...春現都要耍大開 沒有沒有 我記得應該是第二週 還是第三週 我忘記了 大家中華時報都3月中開了嘛 預產其實大概是那個時候啦 那所以本來想說要請假 後來其實我後來想一想 嗯 不對啊 在日本的球員 那我生小孩 老婆生小孩再請假 沒有啦 喔 跟美國電腦有想法 美國是一定... 我還有什麼... 女兒結婚 對 高中畢業的典禮一定 就一定會請假嘛 啊我沒有啊 嗯 所以那天 那天在生的時候 剛好 有人幫我回報消息啦 不知道在第一...在賽前啦 就覺得很興奮 就覺得很興奮 那一天你沒比賽 那一天有比賽啊 但是那一天偷的怎麼樣 我也忘記了 坦白講那麼久的事啊 反正那種當爸爸的心情就是... 曾公明把他當過爸爸 就是很興奮啦 三夜三十生 然後你在... 前一天我生日啊 你生日不重要就... 沒有... 大家比較在意... 大家比較在意他的生日 三夜三十生 然後你... 有幾天才看到... 又幾天 好幾天喔 我記得是... 比賽完的隔週的放假啦 就上來台北看小孩啦 那一刻還會記 沒什麼記啊 完了完了... 反倒是我對老二生出來的當天 因為我有陪產 那十月嘛 剛好那一天我... 反正就是有空障 所以我好像疼疼疼了 沒有啦 很疼疼疼疼 沒有啦... 時間上沒辦法 今天說你啦 說你啦 OK... 然後又齊生下來當爸爸嘛 這是很難得 對 然後... 你剛年太太 然後小孩子這樣子長大 有討論過... 從一開始講 我覺得我不喜歡讓小孩子接觸運動 因為我們自己... 辛苦 對... 真的很辛苦 啊... 其實在台灣的發展棒球 籃球其實都不錯 你不要說廠面話啊 對... 啊... 我要說真的 對... 人家現在有10... 3個聯盟耶 3個聯盟17 對... 你有好迴嗎 哈哈哈... 欸... 差的話... 又是多貴嗎 一包白了啦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都來講台語喔 喔... 台語不會啦... 我怕聽那個觀眾朋友 沒有啦... 你說... 哪求... 你就... 不然我覺得運動... 讓小孩子這樣太累了 太辛苦啦 因為我們自己要... 教育嘛 嗯... 教育情況下 你... 從事運動... 對小孩子會... 很大的吃虧 他... 像我們也會練球 練鳥很累嘛 哪有時間打小 是 你敢打? 嗯... 是... 有啦... 喔... 我... 你敢打就好啦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啊... 以後不要讓他打球啦 那時候是... 剛出生不久 心裡這樣想 沒有... 我一直都是這麼想 我一直都是這麼想 到現在還是這麼想 沒有... 到現在不行了啦 到現在你不歸路都已經走進去了 我還沒教你怎麼樣 為什麼最後會去練福林 這個... 我怕... 這個... 小帥 你自己講看看 那時候是... 五年級吧 五升六 嗯... 然後就是考量... 就是交通的... 方便 因為我那時候在義大嘛 東北也在那... 進樓 進樓 然後變自己要去... 上課什麼 就是那時候捷運... 還是... 一條線吧 對對對... 然後新店到市里... 一條... 交通比較方便啦 然後就去福林 福林的教練一定會哭啦 原來是... 選擇福林原來是交通的方便 其實... 其實... 我們那時候我... 我記得... 我跟我老婆還去摩托車騎的 到處找... 找學校... 找學校... 對... 找學校... 我們有去找過社子... 東元... 東元... 福林... 剛開始是先看地點啦 可是聽起來就... 那時候就已經是... 想要... 至少要打球了 那時候先已經決定要打了 那時候已經在打籃球 對... 那時候他要打籃球 那時候原本四、五年級打籃球 然後是... 他問我要不要打棒球 就是如果真的要打棒球 那時候不打... 起步就... 比人家再慢了 對... 因為六年級已經算比人家慢了 沒錯 那如果... 就是在等到國中要打 可能就已經... 跟不上了 所以你看... 壓球應該是... CP值很低的 因為你要對... 四、五年級開始打 打到... 高中... 甚至大學... 還不... 未必能夠進職吧 對啊... 正說你說... CP值低我... 我不會去... 對... 所以你相較之下 現在我們... 台灣的... 這個... 棒球運動跟籃球運動 其實都不錯啦 嗯... 我覺得... 以小朋友來講的發展 還是要看他自己啦 嗯... 那時候因為要抉擇是... 主要是... 因為他在四、五年級的時候是... 在學校打籃球啦 哦... 打籃球的情況下... 我又覺得說... 如果你真的要打棒球的話... 你不早一點... 進入棒球的話... 你真的... 後來你會跟不上 嗯... 所以... 一籃決籃在那時候... 我... 我請他... 我請他自己要決定啦 哦... 那不小他沒辦法決定啦 嗯... 嗯... 啊... 所以... 後來我又是決定說... 未來如果你要打棒球 我... 我也可以幫你打 嗯... 哦... 因為我去看他的機會 一定是... 很少 很少 對... 如果你說你要現在打籃球 我又不想打啊 啊... 只有可能變媽媽 那當然回想你... 小時候你... 打棒球是不是 那你爸爸搬野什麼叫什麼 我爸爸... 其實我爸爸也是... 運動員 我爸爸是... 那個... 赶籃球的 像不一樣的情況下 但是至少是用運動員的... 的... 這個角度 的心態 我記得我爸爸從小一直跟我講過一句話 叫做... 聖不交拜不內 他常跟我講一句話叫... 聖不交拜不內 嗯... 哦... 這個所以... 就是說... 在當父親的這個... 角色來講 我... 其實爸爸搞我搞 我也是一直跟他講這些 不管是你的人生 不管是你的... 呃... 這個棒球的角色裡面 真的是... 聖不交拜不內 嗯... 到了... 福齡... 福齡了... 長安國中 嗯... 長安國中 然後... 大理 嗯... 到了哪一個階段 你感覺... 欸... 我好像... 還不錯 我覺得... 我比... 至少比同輩... 好一點點 國小、國中... 我應該都算是... 尖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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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高中機會比較多之後 就是... 慢慢... 才有... 才會覺得說... 有... 有比較好的成績啊 但是國小... 假設啦... 你們剛才說的是真的 就是說... 國小啦... 國中啦... 還沒先發... 還沒正中 不會想說... 跟爸爸說... 欸... 那就算了 其實... 那時候... 還真的沒有想過... 就那時候也不會覺得說... 沒有上場... 會... 很失落還是什麼... 嗯... 那時候可能還是... 我覺得我到國中... 都還是有點在... 開心打方球啊... 就我覺得... 就是... 反正就練啦... 然後沒有下場... 那就... 可能再等... 再等... 然後就等... 然後就等到高中了... 其實這中間也沒有想過要... 放棄還是什麼... 可是... 就是可能過程真的是... 蠻累的... 但是... 沒有想過說就... 沒有機會... 然後就不打了... 大理是怎麼選擇的... 大理... 因為是北部嘛... 然後... 因為... 黃健... 然後是爸爸的健... 嗯... 然後那時候就是... 也考量到... 大理... 另外一個人生啊... 對對對... 黃文生... 小漢文生啊... 對... 因為大理也是在北部... 然後離家也不遠... 然後又因為健是爸爸的健... 就骰公了... 就骰公啦... 什麼骰公... 骰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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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如果... 他... 假設... 他選擇是... 其他的名門... 嗯... 你感覺到... 會... 因此沒有機會... 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 他剛剛有講到... 國小、國中... 甚至到高一那時候... 其實... 我比較難... 真的都在求求啦... 都在求求... 這個... 當下... 其實他都... 完全沒有放棄過... 到目前為止... 他也沒有跟我講... 講過... 任何一些想要放棄的... 這些字語... 那時候是想說... 還不是那麼穩定的... 情況下... 那時候很小... 很胖... 高中就幾功了... 國中畢業... 就是... 已經... 修正過了... 17...18... 回規教正過... 60... 60... 68而已... 國中畢業那時候是... 就是瘦的... 可是... 一二年級是很胖的... 哦... 然後是到三年級... 也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 然後就瘦下來... 所以畢業那時候... 其實... 身材是瘦的... 對啊... 所以那時候... 我是想說... 如果以... 當下的狀況... 去名門的學校... 他一定吃虧... 媽媽... 現在名門也沒有要我... 哦... 對啊... 是啊... 事實上... 確實... 他講的這個也是... 殘酷的事實是... 對啊... 啊... 你技術能力... 當然人家教練要佔力啊... 對啦... 確實... 事實上不是佔力... 所以... 我那時候就想說... 第二... 如果能夠離家... 近一點的話... 至少... 我想去看他練球... 幹嘛的... 情況下... 我還多多少少... 還有一些世界... 所以... 後來... 還想了一些學校... 欸... 後來... 我高年... 黃文森、黃教練... 那時候... 應該是前一年... 來大理... 對... 欸... 我就想到... 啊... 那... 這個情況下... 我把自己的小孩子... 交給我的教練... 欸... 這也是一個選擇... 嗯... 那又... 離家近... 其實... 這... 前... 去大理之前... 我們去過好多個學校... 哦... 後來想一想... 覺得... 這是沒人... 要在... 欸... 選手的背案... 對... 真的就是... 本來就是這樣了... 哦... 當家長的... 必須要負起這個責任嘛... 後來才這樣... 謝謝... 來承接下來... 嘿嘿嘿嘿... 我們問一下... 比較尖銳的問題... 你可以不用回答... 哦... 像... 又齊這樣的例子啊... 放在其他的... 學校的身上... 你剛剛... 會不會有很多的孩子... 其實是... 像又齊這樣... 被門抹掉... 因為先發就九個人... 那... 大哥... 我覺得很難說... 因為... 在高中的這段時間... 有些球員他是... 進步是神速... 當然啦... 球員是他要舞台嘛... 嗯... 那萬一... 你沒有舞台的話... 可能... 上不了... 嗯... 但是有些選手... 他其實靠著苦練... 苦練也有機會啦... 不過... 曾公你講的... 像其他的... 小孩來講的話... 你... 你沒有舞台的話... 你怎麼樣突破... 其實這是一個... 很... 很... 厲害的問題啦... 對啊... 你就... 每天都講平堂就好了... 嗯... 又齊到... 高一然後高三... 你覺得... 你進步... 你覺得... 差在哪裡... 就技術上... 其實... 突破蠻多... 因為我國中... 畢業... 球數才... 135... 然後... 其實到現在... 進步有快... 20公里應該有... 嗯... 然後... 其實就是... 這中間... 身材... 有上來... 嗯... 然後技術... 也跟著有上來... 然後... 又... 就是... 我覺得... 最主要就是... 有機會吧... 有舞台... 哦... 因為這些球員... 就是... 真的需要有舞台... 有舞台... 你有舞台... 對不對... 你才會想去... 就是... 更... 去突破自己... 然後... 就... 中間才會去... 再加強自己... 不足的... 嗯... 然後... 我覺得... 最主要... 就還是要有舞台... 嗯... 很好... 完全沒有踢他到... 他爸爸... OK... 這個問題... 我問過很多... 嗯... 但是完全沒有答案... 你從... 弗林國小... 呃... 六年級開始... 欸... 那時候就投手嗎? 那時候是... 打不到球... 所以當投手... 哦... OK... 好... 國小... 呃... 成... 國中三年... 呃... 大理高中三年... 加起來... 七年... 包括... 訓練... 包括... 正式比賽... 你有想過... 你騰過幾顆球嗎? 算沒出來吧... 練習... 投很多... 你... 你覺得... 抓一個速度... 哦... 猛貴... 做這個高雷... 沒有答案...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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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不出來啦... 真功你有答案嗎? 我說... 有人統計過啦... 假設你投十萬顆啦... 哦... 他的意思是說什麼... 他的意思是說... 你... 投了十萬顆了... 你這麼努力... 然後... 你進來這個階段... 你不要因為... 你到職棒堂上... 一顆球你就倒了... 他的意思是講的... 你練了十萬顆... 每一顆球... 你到了... 職棒要... 生死的時候... 你不要太隨便... 對... 嘿嘿... 確實啦... 球員做什麼事情... 真的是... 也真的... 不能太隨便... 而且要戰戰兢兢耶... 那你覺得... 在... 你的... 棒球的生涯... 在這個之前... 你有犧牲掉什麼... 跟爸爸相處的時間... 不重要... 跟... 媽媽啦... 跟... 回到家啦... 甚至... 人家在玩... 因為... 你另外一個... 很大前輩... 潘忠偉... 我在... 以前在... 媒體訪問過他... 他說... 他這一輩子沒有暑假過... 暑假真的是從... 打棒球開始就沒有暑假... 他說連放假都不多啦... 國小六就是固定要練球... 然後國中... 就是有比賽就會練... 六次就會練... 然後國中比賽又很多... 嗯... 所以就是一個禮拜... 接一個禮拜... 我統稱的這個叫做... 沒有童年啦... 對... 童年人家在玩... 他不知道啦... 對... 所有的... 包括我們看到... 奧運那個選手... 其實... 真的都沒有童年... 你要成為頂尖的人... 就是... 有捨就有得啦... 對啊... 而且你要犧牲很多啦... 嗯... 特別是籃棒球... 你看... 船階級跑很多個點... 你要練的東西是很多... 你不是說... 直接花一點點時間... 就在頭就好了... 你可能要... 你可能要打... 你可能要守備... 嗯... 所以... 花費了... 其實是蠻多時間的啦... 尤其... 你現在有一個... 塞打... 腳部... 腳部... 前一部... 前一部... 四條球... 還有練... 腳底部... 哦...練腳底部... 算腳底部... 不要算喔... 四顆球... 你... 現在你還沒進職棒... 哪一顆球是... 你認為... 任何情況之下... 突出率啊... 賣手感度啦... 還是... 弄滑度... 萬利... 你一定會可以投的... 塞打... 塞打... OK... 這個自信... 來自於... 花的時間比較長... 還是... 你有... 揣摩出什麼... 或者是... 你有... 學到任何一個... 投手的精華... 來... 呵呵呵... 這好花瓶祝耶... 對啊... 因為... 剛剛... 剛剛... 這... 塞打... 嗯... 我... 國... 東... 國小... 丟的都是卡布... 嗯... 是到高中... 高一... 後面高二開始... 我塞打才開始... 呃... 用的比例... 比較多啦... 嗯... 因為我覺得後來... 塞打... 如果丟塞打不太需要... 去... 轉手... 嗯... 就我可以用比較... 用直球的方式去丟... 就是在控制上... 會比較好控制... 所以我覺得在... 什麼情況下... 我都還可以去用它... 好... 讓你操不起來... 你講一下... 滑球... 讓我有一點點... 存在感受一下... 呵呵呵... 你... 講一下... 滑球... 藍... 藍在哪裡... 然後你... 叫它... 最主要的... 為什麼它最後... 可以成功做... 它之前... 就是連滑球都不會投嘛... 嗯... 它的卡布... 撞得不錯... 嗯... 啊... 它就一直跟我講... 啊... 滑球它不會投... 都不會投... 是... 是到最後... 領悟出來那個技巧... 結果它現在... 偏... 史萊達... 投比卡布還好... 嗯... 反倒它就會反應跟我講... 啊... 它變卡布... 投的不是那麼好... 我說... 這個在技巧上... 在這個訓練的過程... 你一定會遇到這個... 比如說... 可能將來你變速球... 又投得非常好的情況下... 搞不好你的史萊達... 又不見了... 可是這個就是... 未來你要面對到的問題... 我跟它講說... 你靜止棒的心態... 變成... 幾顆球種可能不夠... 你可能要訓練... 更多的球種... 所以... 它將來也有可能會遇到說... 哪一個球種... 新練了以後... 滑球會變得不好... 有可能... 我是跟它講... 有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 它有抓到那個... 那個... 那個技巧... 所以... 那個滑球它就... 變得比較... 得心應手... 這個問題...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人家說... 一指而交啦... 就是說... 自己的小孩... 你比較厲害... 你最好還是丟給別人家... 因為... 小孩子一定會覺得... 因為你... 平常不只是棒球嘛... 一定會自己工作啦... 對... 你嘗嘗嘗嘗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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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副兒... 你不管教他什麼... 他就不聽了啦... 他就會 béberingen Unt the start. 又來了 supuesto... 對... 然後... 全台灣啦... 不過... 真正不是認真講 全台灣要選3個喔 最不會念的爸爸 我不是第一名 就是第二名 我... 有的聽說是我就 malfunctioning 那她現在還不錯啦 唯一的差距就是跟她幼稀不太一樣 她大概小一的時候吧 小姐一年級還是二年級 她還沒實力棒的時候 在旁邊夾一步 跟另外一個小孩夾一步 所以我就放棄她將來會打發我夢想 夾一步的小孩叫做無念庭 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你是走好的選手 你會覺得說 以其你自己教啦 一直教然後不如丟給別人 你覺得這個當中如果身為一個 為什麼會這樣問就是說 小孩講得多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所謂的求二代 然後又齊第二輪就算是成功 至少踏進脂肪就成功了 那當然也有王輝誠吳念庭 陳柏玉啦 這都是成功的 但失敗其實也不少 那當然不是批評別人說為什麼失敗 而是在於求二代的跟爸爸之間 為什麼沒辦法轉換 甚至美國職棒有雙胞胎 一個打得很厲害 一個雙胞胎喔 一個很厲害 一個不亂說 那你覺得哪一種方式是 第一代明星球員能夠轉嫁到第二代 你覺得他是要丟給別人教 還是你覺得你自己來 會是好一點的方式 我覺得要給別人教啦 我們的身上看到也是事實上都是要給別人教 因為我其實我 我也沒太多時間花在看他訓練 我花在最多的時間是看他比賽 因為只要有比賽 不管我能不能到場 至少還能看到轉播 你最多的時間是載我去訓練吧 對啦 載去以後我就走了嘛 我就離開了嘛 其實他在那邊教練也有壓力 我也跟他講過 我不想在當下 知道他 那當然我會遠遠 如果假設我有訓練 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看到他晚的時候 我一定是回到家再跟他講 因為如果我在當下只指點點教他什麼 我其實我自己也是教練 我也不希望人家這樣 這樣的一個指導方式 所以這一路過來 我是覺得 這必須要給別人教啦 因為就像我自己 我也走不出來 我到底現在是他的教練 事實上我不是他的教練啦 教練跟爸爸的中間 我還是有點模糊 所以我在這種情況下 我倒覺得說 這個情況下是別人來教他 是最適當的 然後我們給他的適當的建議 我覺得這樣可能 比例把它調整好的話 對一個選手來講會比較好 這個答案跟我看到的答案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說國外的球員來 那最明顯的當然 就是長島英茂 也長島茂雄很好心 這個大家比較常提出來 那多數會失敗的 都是自己教 自己教 對 因為自己覺得 我就 我就 很厲害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當然 每個人的歷史不一樣啦 尤其是高中 抽光起來 有的可能下的功夫 或者是也不一樣 對 對 所以 每個人的歷史不一樣 人們 都在先發一次 信用 bird 只有